进了院子后 凭借着多年来和自己护院 斗智斗勇的大量经验 三宝太非常安全地 在西塔拉家的后院 转悠了两圈 可惜呀 还是不知道 哪个是他们未来的大嫂 因为他们在西塔拉家 发现了三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于是三个人便决定 找人问一问 于是便溜到了花园 在折服了半天后 终于逮着了一个落单的丫鬟 洪峰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拉住了这个丫鬟 很有架势地问道 芳如姐姐的院子怎么走 我来看她 不想去迷路了 丫鬟愣了 见洪峰虽然衣服上沾了不少的灰 但是质地却很高档 便不宜有她 只是小声地表示 愿意给洪峰领路 洪峰当然不干了 直接叫她说出路线 等获知了足够的信心之后 又说道 去前院找小丝 将我给芳如姐姐备下的礼物拿来 笨丫鬟听命去了 然后三胞胎便齐刷刷地冲向了芳如的院子 前两次都没有瞧仔细了 所以这次三胞胎决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好好的将未来的嫂嫂观察个够 一切都很顺利 在笨丫鬟回来之前 三胞胎非常满意地准备撤退了 并且非常顺利地退到了翻墙的地点 而这个时候 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却冷不定地出现了 见了三胞胎 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 而是好奇地说 咦 你们是谁啊 怎么长得一样啊 不等红神和红风做出反应来 红利就冲着小姑娘做了个鬼脸 威胁道 不许说见过我吗 愣是将小姑娘给吓得嚎啕大哭 立马引来了一大群的嬷嬷和丫鬟 人家的嬷嬷 其实啊早就在两米之外的地方站着呢 虽然不认识三胞胎 但是因为三胞胎一看就是贵公子 所以也不宜有他 但见他们吓到了小格格 自然是要上前来问个究竟了 一墙之外的侍卫们 自然听到了里面的哭声和嬷嬷的问话 赶紧人叠人地送了两个进去 于是成功地引起了一阵的恐慌 但是侍卫也是无奈呀 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奴才 要是伤到三胞胎可怎么办呢 更悲嬷的是 因为习塔拉家可能会出来未来的皇后 所以这些日子 人情往来非常的频繁 光是老太夫人就接见了三个亲戚 更别说其他了 因此后院这么一闹腾 三胞胎光荣的事迹 想瞒都瞒不住了 而当三胞胎到了千金宫后 康熙也很喜剧 问完了案情便不管了 反而饶有兴趣地研究起三胞胎的作案工具来 那绳子是红轩帮着做的 说是赤手翻墙 太危险了 特意给他们做的绳子 好像被三胞胎挑剔了十多回 最终才做出了 让三胞胎满意的成品来 既结实又轻便 简直是翻墙入室盗窃的必备工具啊 于是红轩便被康熙给训了一顿 说他没个善恶标准 乱宠弟弟 至于三胞胎嘛 康熙是一句重话都没有说 也许是在等着太子妃登台呢 不想太子妃愣是没有动静 就好像没这一回事似的 看得庄亲王附近都着急了 本想进宫去找齐木阁提醒两句的 但是一想起老十家护犊子的那股劲啊 便作罢没有去惹事 今儿见了康熙主动地提起了此事 而且神庆中好像还有着几番的得意 庄亲王也不好说什么了 只是傻乎乎地跟着笑了两句 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康熙啊 如今京城各府可都是加强了保安部说 还准备将院子里的大树给砍了呢 红利觉得很没有面子便说道 黄马瓦是不是该让三哥士骑了 恶娘都派人来找我们了 说着还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太监 康熙点了点头 是以洪峰去骑马 洪峰想了想 也没有假惺惺地将机会让给红利 但也是骑上马转了一圈就下马了 然后康熙便示意他们回家 红利倒没什么 洪顺和洪峰的家庭作业可不少啊 没想到三胞胎走了没多远 就见三个人骑刷刷地止住了脚步 红利嚎道 哎哟 恶娘怎么还是知道了 是不是喜塔拉家的去高状了 哎哟 惨了惨了 听到了红利的嚎叫 康熙和庄亲王都有些不敢相信 太子妃现在才知道吗 这么大的消息 并没有刻意地要求别禁言在紫禁城里 太子妃竟然能生生地被瞒了这么久 康熙真的不知道 是该夸她两耳不闻窗外事呢 还是该赞她不扒婆呢 庄亲王心里也直抽抽 太子妃能混成这样也是本事啊 瞅了瞅康熙的脸色 盲提出了告辞 而康熙呢 则盯着站在那不动的三胞胎 没有接庄亲王的话 三胞胎在那站了一会儿 好像还交头接耳地串了一会儿供 康熙虽然是老眼昏花了 但却盯得仔细 两个小头都冲着一个脑袋扎呼着 看来那一个脑袋应该是总惹事的红利了 然后 康熙便瞧着三个人 挺着胸脯走了 而此时 庄亲王又提出了告辞 康熙总算是听见了 点了点头 挥手让他们父子俩跪安了 不想 雅朗却跪下来说道 皇上 奴才自见 给三个小二个当半毒 陪他们练武 庄亲王急红了脸 对康熙说道 皇上 这小子被奴才宠坏了 您哪 别和他一般见识啊 却听雅朗说道 皇上 我以前也翻过墙的 只是没有翻过去 就被萌萌们给拽下来了 我要是有两个兄弟打掩护 一定也能翻得过去 我能陪小阿哥们练武的 康熙冲着庄亲王 投去了同情的一批 将这么一个 天天也想着要翻墙的小子 给拘得不许练武 也不知道庄亲王 也不知道庄亲王费了多少的心思 他们的半毒有了 不能随便的换 等有了空缺 见庄亲王挤得都想哭了 康熙便改口说道 到时候啊 再问问小阿哥们的意思 选半毒嘛 还得他们喜欢才行 鸭朗显出了一丝的兴奋 一谢皇上 阿玛 皇上可说了 只要小阿哥同意 我就能学武的 庄亲王苦笑着 给康熙谢了恩 拉着牙郎走了 康熙隐隐地听到牙郎在说 有个阿哥喜欢我 他刚才不还是说 要和我比试吗 我找他说去 康熙摇了摇头 虽然他也挺瞧不起 庄亲王养儿子的方法呢 但是人家好不容易老来才得子 康熙也不好插手说什么 万一牙郎真的从马上摔下来 一命呜呼了 康熙也没法去陪庄亲王啊 于是康熙便将庄亲王的家事 给抛在了脑后 光自己的事就够得操心的了 哪还有太多的精力 去扫他人瓦上霜啊 因此 康熙便抬腿朝着玉庆宫方向走去了 要知道 额娘要收拾人了 他们竟然还能挺起胸膛走回去 康熙觉得有趣 太有趣了 被老师顶撞够了 康熙很乐意 瞧着老师家的孩子 给老师气个半死 可惜呀 洪轩是个懂事的 除了才进上书房的时候 当众气过老师之外 其他的时候 好像没怎么给老师受过气了 让康熙非常非常的失望 不过 看来这三胞胎呀 倒真是如庄亲王所说 有奶妇风范 康熙感到了很欣慰 可惜呀 如今老师不在 不过七级其木格也是一样的呀 因此 康熙便打算到玉庆宫外 听墙角去了 这个时候 康熙觉得 三胞胎的嗓门大 其实也挺不错的 康熙还是很注意形象的 总不能将自己的心思 昭告他身边的奴才吧 所以康熙虽然心里很急 但是步子却迈得不大 因此 一直离三胞胎远圆的 不过 康熙还是眼尖的 发现三胞胎 走到玉庆宫门口的时候 三个人的脑袋 皆立马的搭了下来 没了气势了 康熙气坏了 老师家的孩子 怎么能玩心眼呢 气呼呼的 准备扭头走了 还有什么好偷听的 听蒙古女人训字 无聊 不过 康熙瞧了瞧身边跟着的 侍卫太监 觉得这么贸然掉头 很没有面子 只好郁闷地 沿着永道 继续地走下去 继续装出一副 闲庭信部的模样 不过 没了看热闹的心思了 康熙便想起来 自己好像忘了一件事 扭头吩咐 去 查查今天太子妃 都见了什么人 康熙懊恼地 打算绕着郁庆宫 溜达一圈 而三胞胎 也满脸懊恼地 慢慢地 挪到了齐木格的面前 不等齐木格发火 红身说道 额娘 我们知道错了 您就别生气了 气坏了身子 可就不好了 齐木格愤怒地 看着他们三个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才回来呀 知道东窗事发 不敢回来吧 洪峰忙解释 他们也是刚刚才知道 至于为什么耽搁了 主要是和康熙玩了一会儿互动 还有人正马正呢 齐木格看了看三个人 说道 谁的主意 红身上前了一步 我的主意 齐木格拿过了桌子上 早就放好的戒指 把手伸出来 红身朝后面缩了缩 恶娘 大哥和姐姐 罚我们抄书了呢 安安也忙说道 恶娘 我和大哥已经罚过了他们 真的 你们还不赶紧去 把你们抄的书 给恶娘拿过来看呢 三胞胎见识就要跑 齐木格拿着戒指 翘了翘桌子 谁要是敢动 我今儿就在院子里 当着一帮奴才的面 扒了他的裤子 使劲地打屁股 三胞胎又缩了缩脑袋 站在了齐木格的跟前 一起说道 恶娘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再不犯了 安安也说道 是啊 恶娘 齐木格宠安安吼道 你给我闭嘴 你和洪轩的账 待会儿再算 现在给我一边站着去 然后齐木格 冲着三胞胎吼道 说 你们错哪了 红身说道 我不该出这个馊主意 想见嫂嫂 应该给恶娘说道 洪峰说道 我不应该去翻墙 给阿猫恶娘丢人了 红历说 我不应该去吓唬 那个小丫头 脸累了大脚 齐木格大大的喘了一口气 你们做的时候 想没想过后果呀 三胞胎摇了摇头 齐木格又说道 不是告诉你们 不准随便地翻墙吗 你们的耳朵长哪儿去了 红身说道 恶娘 我们用的是绳子 他们不知道 我们赤手 也一样翻得顺利 齐木格气得无语了 教子还真是费心劳神的事 说道理吧 有些鸡铜鸭匠 还白费自己一番口舌 想了想 只好再拿戒指 敲了敲桌子 你们选吧 是打手还是打屁股 齐木格 齐木格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准备搞体罚 三胞胎同时将手缩了回去 戒备地看着齐木格 齐木格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就打屁股吧 红风说道 恶娘 明天武学要比赛的 红利说道 打了屁股 我们怎么比呀 不能给阿玛丢脸 红身见齐木格 嘴角扯出了一丝笑意 忙将手伸了出去 恶娘 打手 打手吧 就在红风和红利 诧异地打一刹那 齐木格笑了 恶娘才懒得打你们呢 反正你们的皮厚 打又打不疼你们 反倒把我累得够呛 还是等你们的阿玛 回来收拾你们吧 红风和红利张大了嘴巴 这么好过关吗 红身则要哭了 恶娘 你打包 求你了 齐木格摇了摇头 很和蔼地说道 恶娘啊 可要当个慈母呢 说完又说道 待会儿啊 恶娘就派人 去武学 给你们请个假 从明儿起 你们的武学课就免了 在府里好好地修身养性 先请两个月吧 三胞胎瞬间急了 扑到了齐木格的身上 哀嚎着 恶娘 你打我们吧 打手打屁股打脸都行 打哪 你想打哪 就打哪 安安没有上前说情 还是由着三胞胎 去纠缠比较好 可惜啊 齐木格的主意已定 怎么也改不了口了 于是 在外面憋着气散步的 康熙 刚走远了点 便听到 玉庆功传来三胞胎 震耳欲聋的哭声 呃 娘 求求你了 打我们吧 求你了 康熙傻眼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停下了脚步 听了听 虽然不是很真切 但是有一点确定了 三胞胎 肯定是在好久时了 顿了顿 康熙选择了掉头 还是去玉庆功看看吧 走到了玉庆功的墙角下 康熙听清楚了 的确是三胞胎 求着蒙古女人打他们 感到非常心寒的康熙 瞧着闹的心思 一下子又上来了 便没有叫人通报 准备先在旁边观看一会儿 但如此一来 康熙也不好走进二门了 只好打算 在院子里 听听动静再说了 巧的是 康熙在二门附近 还没有站定呢 恰巧就看到了 齐木格 神情自若地 在院子里 躲着步子 一个小子拿着戒齿 在另两个人的帮助下 一边哭 一边拼命地 将戒齿 塞进了齐木格的手里 暗暗则跟在了 齐木格的身后 一脸都无奈呀 好奇的康熙 咳嗽了一声 成功地引起了 众人的视线 正悠闲的齐木格 一下子慌神了 忙带着孩子 朝二门跑去了 见人已经给招过来了 康熙便朝院子中间 走了几步 当公公的 在儿媳家的二门处 站久了 好像有点不大像话呀 齐木格和安安 利索地给康熙请完了安 三胞胎则抽气着 请安声音 有些断断续续的 康熙说道 怎么回事啊 齐木格忙禀告说 孩子们不听话 他正在教训着呢 康熙不耐烦地说道 让孩子们说 齐木格气急了 心想着 还好我不是后娘 红利健壮 忙抹了一把眼泪 火麻烦 你快帮我们说说 让我娘打我们吧 红利话语出口 红参忙拉了红利一把 红丰忙说道 祖母娘 我们没有求黄麻法来救我们 我们没去搬救兵 我们和黄麻法告辞的时候 黄麻法还不知道 你要收拾我们的 真的 齐木格尴尬地笑了笑 给康熙赔了不是 说孩子们不懂事 请康熙海含一耳 康熙痒痒眉头 不置可否 但顿了顿 还是问道 真是你们搬来的 又怎么了 红利又要急了 红参忙拉住了他 说康熙这是在舍本 不是陈述事实 齐木格则忙苦着连解释说 纯属误会 主要是三胞胎惹事之后 每次都喜欢拉上安安 或者是红轩帮着他们说情 齐木格便威胁他们 再找人给他们说情 处罚翻一倍 孩子们是一根筋 划码 您别理他们了 康熙撇了撇嘴 对齐木格的强话 有些不满 看着三胞胎 继续问道 为什么 让你恶娘打你们 红利强话道 恶娘不打我们 就不准我们去上武学 说完又补充道 大哥已经罚过我们超书了 康熙饶有兴趣地看了看齐木格 谁说这个蒙古女人没手腕的 人家可是打折砖打七寸 怪不得将老师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呢 老师媳妇不让上武学课 好像是有些过了吧 学业怎么能胡来呢 康熙可不认为自己在护短 再怎么教育孩子也不能耽搁了孩子们的学业吧 康熙自认为是在教这个蒙古女人 如何高效的教育孩子 感谢 孽 Perfect 考虚鬼 盐 也认为是在 ст ad